请委员长 陈委员长 委员长您早 本席是非常肯定我们乔委会过去这段时间长期对于我们侨胞的努力的工作 所以对于你们所提出来的预算报告 本席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有限的预算能够更加发挥它的功能 使它能够真正让我们的侨胞能够受惠 这一点可以保证吗 好 谢谢 其次我想我们的侨胞 我认为我们遍布在全世界各地 那我们这些侨胞也就是我们外交的兼兵 这一次菲律宾事件所造成的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整个的侨胞动员来响应这个工作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动员侨胞去做什么事 但是在美国的LA 就有一百多个侨胞 各个社团派代表 到LA的这个菲律宾的领事馆去替这个抗议师 接着 世界台商总会的总会长 这个李芳信先生 就发表一个像所有的台商 跟告菲律宾书一直这个说这个这个 这个漁场的事情是菲律宾的都不对 第三个 我们在欧洲刚好两天前在欧洲 欧洲台商总会开会的时候 我也在那边 他们开完会也做一个决议 欧洲台商总会 也发表一个先言 希望菲律宾能够承证这些遗传的事件 还有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能够好好的合作来 把这个事情来解决了解 我想刚才委员长的报告非常正统 也非常敬佩 我想我们侨胞的力量是非常宏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伊色列这个国家 当它有难的时候 它整个全球的伊色列人会响应会支持 尤其是在美国的伊色列人 我想这次菲律宾的事件 跟美国的态度是绝对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未来将来要碰到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希望我们侨委会能够尽早的做一个政策的指导 是我们的侨胞的功能能够整体发挥它的团队的力量 真正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这才好 其次 我想菲律宾去 最为我们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个国家 我们对于菲律宾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最了解的 但是我在我们看我们的处理的过程当中 好像很多事情都对他们处理完了以后 我们才认为他们的不对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事先能不能够加以所谓收集整理研判 提供给我们政府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情报的一个整理 让他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 对其实啊 这个事情我们都跟国安会都有报告 侨胞应该怎么做 甚至于啊 我们也提议说 侨胞会不会自动自发的在美国报纸啊 买报纸来看灯 不要用政府的钱乔包自己来做 我们都是在营业当中了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北析非常支持我们乔委会 我一直认为我们乔委会是由外而略的 向心集结的 那坏的向心集结的这股力量 要能够形成 要在一个乔委会的指导之下 发挥它的力量 不是各自为政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想我再问一下我们 这一次的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世界侨胞的会议 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我比较呢 赐后我们乔委会有没有做一个整理 希望我们未来 类似的这种侨胞会议 能不能够 它有些什么缺点 未来我们希望它怎么个做 才能够抚回我们国家的利益 对每一次这个大型的会议以后啊 我们都会主办单位啊 有一个研讨 下一次在什么地方之后 那我们应该怎么进步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改进啊 我们都会有这个研讨跟报告 我晓得我们各州各州各大州都有类似的这种活动 我们也希望这种类似的活动将来如果能够给我们外交部或者是我们本委员会将来在这个休会期间的参访能够给它结合 我想这股力量可能更大 我们国与国之间是我们国与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我们经济方面能够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着力点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其實世界台商總會 從歐洲開始 每個一直接下去 每兩個禮拜 這個各州大會都會開會 我希望以後把它挪到 是不是七月八月以後 這個很多這個我們的立法委員 就會去宣揚這個政策 說不定這樣子更好 我再來跟這個各大州 跟世界台商總會 來討論 是不是可以濃厚一個月以後 大家都比較有時間 本席認為 因為我去了這一兩次 我發現了 我們應該做一個計畫作為 而不是狀況作為 我們狀況作為就有什麼事 我們就遷就 計畫作為按部就班 我想這個可能比較有效果 另外就是我們僑教部分 我本席非常支持 也非常贊成 我看到我們泰國 泰北的僑教 以及我們馬來西亞的僑教 我感覺感觸很深 我想在我們有限的財力狀況之下 發揮我們中華文化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非常有價值的 我們不曉得能不能夠用 這個東南亞這個地區 某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泰國 他們這些成功的經驗 能夠慢慢推展到 我們其他的各地區 這個我覺得 這個馬來西亞 尤其這個僑教 獨鐘 就有五十幾首 六十一首 六十一首 我覺得這個是誰呢 我們希望啊 這個慢慢的啊 當這個中文這個教育 社道重視以後啊 這個所謂的變成啊 美國啦 或是世界各國 這個中文啊 變成一個 能夠跟他們的主流 這個配偶下去 這個不僅僅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更重要的它是先向祖國 先向我們中華民國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這是錢買不到的 錢買不到的 但是對於太北地區啊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孤軍所造成的這些 呃 這些我們的同胞啊 我們在支持度方面 應該格外的加強 但是我也了解 他們當時因為戰難所造成的 這種分離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誘導 能夠將它整病 我想分散 力量分散了 這個教育投資也很困難 失資也很困難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影響他們呢 真正能夠再跟在地結合 落地生根 來來這個符合當地的法律規定 可不可以這樣做 對於這個委員報告啊 這次去太北的時候啊 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老師啊 他們說要退休老師啊 能夠怎麼樣子給他們 生活比較有照顧啊 所以他們就比較會去當這個 這個喬教的老師 我跟他們講 異味的啊 要我們喬爾會來補助啊 不可能的 我希望你們吃一半的錢 我們再吃一半的錢 這個錢啊 我這個政府沒有 我替你去募款 所以他們這個太北準備用一千萬的基金 他們出五百萬 那我去向僑胞來募款給他五百萬 用一千萬的基金啊 給這個太北的老師做退休用了 這個就是說啊 他們自治啊 我們才一個人治 我希望往這方面來走 謝謝